神雷,果然你这样温柔的人,完全无法做出任何伤害我的事情呢,即使我残忍又任性。 你的出现,是我一生中遇到过最大的奇迹,但为了满足我的愿望,你观测了我的命运太多次,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我诅咒了。 但为了你而死,也是我的愿望呀。神雷,是你当初给了我活下去的意义,那么这次,我想还给你活下去的机会。 被我猜到了,你果然和我有着相同的想法呢,所以我才会这样做。 为了你,我必须清除所有可能产生威胁的因素,哪怕是世界的规则,或是你无法接受的结局。 神雷,虽然很舍不得,但这一次,真的该说再见了。 如果我不消失的话,你一定还会一次又一次地通过意识应设,去寻找改变一切的方法吧。 但那太危险了,我并不希望你为了我再冒险。 所以,既然你不会伤害我,那我只好主动离开了呀。 别担心我,为这一刻,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。 即便没有那颗子弹,我也准备好了主动消失的办法。 可是,在这个时候,梦知道你一开始就丢掉了那把枪,我真的,我真的,真的很高兴。 好了,人类,在告别的时候,不要再说这种话呀。 满足我最后一个愿望,好吗? 告诉我,我今天,好看吗? 太好了,人类果然能注意到呢。 虽然对你来说,让你忘了我比较好,但我还是忍不住换上了这身礼服。 我想在你的记忆中,留下最好的样子,你一定会永远记得我,对吗? 那我就没有任何遗憾了,我该走了,回到我本该去的地方。 那里,一定像堆码杂物的储藏间一样,存放了很多很多个我吧。 不行啊,神雷。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。你一定要长命百岁,好好记住我的模样。 对,我明白了。你现在跟你一起做的够多了。 我很嬉害了。 晚安